欢迎大家 加会员成为全球大视野的一份子 订阅 按赞 加会员 全球大视野直播线上见 刚刚讲的5月28号那两条 基本上逻辑上就是相反 你不支持台独的话 干嘛给那么多武器 还要培训我们的这个作战能力 那你要真的是希望和平解决吗 刚刚蔡委员讲得很清楚 台湾关系法这个问题是老案心草 这个叫了几十年了吗 我们也看了几十年 但是我从一个军事战略的眼光来看美国 我不是看一年 我看了几十年 我记得七八年在他的陆军战院里面 受讯的时候 他就有四块荧幕 一个叫Europe City 一个叫Middle East City 一个叫中东的 这个setting 这个setting就是把全世界potential 可以打仗的这个影像通讯 直接连接到美国的总统府 连接到他的国防大学 里面都有 美国这么多年做什么事 他都是由布局的 他为什么现在又回到说 不鼓励台独 你看啊 俄乌战层消耗俄罗斯的事情还没了 还没结束 那么下一波 他真正最大的敌人是中国大陆 因为他的经济实力快要取代美国了 军力也在马上要赶上 所以他围堵中国大陆 消耗中国大陆 是他最主要的目标 但现在为什么有点不动声色呢 因为这个时机还不成熟 这话为什么讲时机不成熟 因为你的印太 司令部的印太的战略部署 没有完成 你要封锁 当然封锁中国大陆的经济嘛 一带一路路上跟海上嘛 这个第二个 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嘛 那就是将来点火的火种就是台湾嘛 那台湾他也知道根本武力 没有办法对抗中国大陆这种 斩首式的快速的大局入侵的这种方式 所以他拼命在鼓励日本 日本也自己投怀送报 把台海有事就是他的事 那么日本 大家不要看错了 他是一个军备大国 他无论自卫队 他全舰一条一条都照 照完服役不到三年四年 就把他封存 那就是将来他的potential的 潜艇的数量 要打仗一解封就是很多 然后他飞机工业可以做F-16 现在又做第五代战机 对不对 他的军火工业 从二次大战三菱重工 没被炸掉 战后为什么他的汽车 很快发展出来 那这个中工业也就从来没断过 他最近日本还要讲我武器销售 所以我回过头来讲 日本是美国真正重视的东北亚的一个钉子 我上次刚刚讲的有四个setting 那是几年 多少年前我就看出来 为什么美国那么支持以色列 对 它的外号叫Ship Dog 就是牧羊犬 牧谁的羊呢 中东那么多产油的国家 以色列在那边就可以用战争用手段 它造成美国要在中间做居中调停 坐收余人之力 因为掌握油源就能掌握美元的霸权 所以他有这个 那另外一个設定是南太平洋 以前美国是看好印尼 因为印尼上人口上益 土地物产很多 可是印尼是孵不起的阿斗 贪官污吏太多 所以他就转成澳洲 所以为什么澳洲最次要买这个核能潜舰呢 据照理讲在他南太平洋里面 他没有需要这么长城的核能潜舰呢 把法国的这个传统潜舰给废掉 存在潜舰是美国鼓励的 因为澳洲可以从南边下来 一直到南海参加这个印太的作战 所以才有这个核能潜舰的构案 所以美国做事 他为什么现在不立即对中国大陆下手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俄乌战场的问题还没解决 第二个 他如果过早曝露这个企图的话 中国跟俄罗斯会进一步的结合 那不是表面保持中立 他可以支持北韩 也可以支持俄罗斯 那么俄乌战场的下场就更难看了 第二个 台湾现在他也知道 现在的国防武力没有办法 他就要搞一个什么 这个加卖 加速卖武器给你 还要给你搞训练 我那天看了新闻我就傻了 你我们中华民国的陆海空三军 无论飞机 炮兵 装甲兵 这个飞弹 通通跟美国有直接联络的管道 除了采购你还有训练后勤补宝 那你怎么弄个国防武器 国民兵跑来训我什么东西 你国民兵能教我什么东西 国民兵我在美国也见过 他就是正规部毒的补充兵力 兵力不够了 他同样的很快他成熟的嘛 受过训的嘛 他每年还要集训嘛 他那个是几十年了 所以他可以填补这个正规兵力的不足 第二个National Guard是干什么的 各州州长可以用来救灾啦 这个重大的事情的处理啦 戒严啦 震报啦 是干这个任务 是 台湾需要这个任务嘛 所以我就想到 National Guard是个幌子 国民兵 派了什么人呢 亚树营里面那个美国鲨鱼 就是来教你城镇作战啦 这个特种作战啊 打的国民兵这个民意呢 是不太敏感 但是你说我台湾现在 我们玩台湾这个 台湾防卫作战玩了几十年了 那么地形都摸得熟熟透透的 战术战法我们也不是傻瓜 也看了全世界这么多 学这么多 我们从来没有把城镇作战 纳入台湾的详定 那美国为什么要来教你城镇作战 就希望你跟乌克兰一样 这个火种烧得越久 消耗大陆的实力就越多 又怕台湾的实力不够 卖你武器 又怕这个还是 什么首战机决战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结束 所以把日本要脱下水 日本脱下水 日本是美国全世界最信任的国家 你看韩国 美国并没有鼓励它的军火工业去生产飞机 生产什么 日本它可以 让你放手让你说 而且日本的野心也大 跟美国刚好一拍去 日本说我经济实力在全世界算第二第三 我希望能够在联合国当常任理事国 美国也可能跟乌克兰一样 给了它有这个承诺 你继续做 我将来帮你进入联合国 美国还在等什么 日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做 修宪呢 你这个自卫队是不能对海外用兵的 所以它现在每天都喊 台湾海峡是我的战略物资的生命补给线 台海有事就因为我有事 那就是说 它的自卫队将来可以干预这个东西 日本做很多东西 台湾老百姓不清楚 它在这个日本的南边海域里面 它有个叫珍珠链 就石环岛到云拉岛 它都很多岛上 它一共南边有200个岛 中间已经有40个岛 可以拿来做基地的 它已经做了很多投资下去了 把防空飞弹布上去了 反舰的飞弹布上去了 你看从日本南边一直到台湾旁边 石原岛 它都不 你说你部署这个是干什么 你是针对谁 你不是针对中国大陆是什么 所以围堵中国大陆这个 挑起台海战争 实际线还不成熟 为什么不成熟 有几个理由 刚刚我讲 这个俄国战场的问题还没解决 第二个 俄国跟中国大陆都拥有 超高硬数的飞弹 这个就打破了美国几十年来说 你苏联有核子武器 有飞弹 我也有 但是我的防卫网从神盾 标二标三到标六 我可以封锁你大部分的飞弹都进不来 现在老公跟苏联都发明了这个超高音速的飞弹 这个就可以突穿你所有的防御网 进入你美国本地 甚至于攻击美国在琉球 横须或所有的军事基地跟你美国的驻军 包含琉球 通通在内 所以这个时候也不是正面翻脸开战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这个老台湾国系 台湾关系法又拿出来弄一下 这是跟拜登创双簧 我上次别的节目也讲过 拜登讲我可以出兵 那是安慰跟王丁宇这些人 哎呀你看台湾有事美国会出兵 那国务院为什么要否定呢 因为他的所有的部署还没有成熟 timing还不到 美国自己防御有问题 美国内政有问题 经济有问题 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有 突破你飞弹防御网的攻击能量 第三个俄乌这个战火还要继续烧 那这些问题这个时机是不是成熟 不成熟 所以刚刚蔡委员讲了 我很赞成就是说 台湾如果要防卫自己的安全 完全靠国防军事力量 一股力量撑不下来的 是 你必须要政治经济心理上 通通全部一致的方向来做 那你至于政治谈判 国际上可以用的例子很多嘛 他刚刚讲的这个北岸嘛 对不对 民意上我承认一中 实质上我仍然保持台湾的独立的 自主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可以相双方妥协可以谈的嘛 你连谈的不谈 直接诉诸武力 那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多少 你想一想 看看乌克兰今天的战场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你就晓得了嘛 而且很多现在坊间 看很多媒体讲 哎呀俄欧战争结束了 快要结束 我告诉你永远不会结束 为什么 他现在要的是停火协定 对 停火协定随时可以翻脸呢 你知道吗 轮车司机要的是 三个月四个月的喘气时间 重新武装他的部队 那俄罗斯形态也变了 你从攻击的要转为防御的 在这么长的防线里 防御这么多部队还要重建乌东 那你是不是消耗俄罗斯的财力更多 那乌克兰只要什么 做小型的突击 游击 没事戳你一下 跟尾巴战场上一样 你就牵制了20万俄军在前线 那消耗俄罗斯的目的 你认为美国会歇手吗 不会的 只是暂时停火可能有一段时间 但是以后的小型冲突不断的 不断就让你俄罗斯继续烧钞票 你要维持20万大军 在乌东乌南这么长的防线上 那他随便挑两个点 突击一下 他也表示他 因为这世界不能说我 中国宪法隔了两个省 说不出来 他说我求停火 所以这个局我的判断 我不是说我什么省算 我们是拿战略目标 跟战略目的来看 消耗俄罗斯 跟消耗中国大陆是美国既定的目标 至于怎么样消耗 就是要布局要成熟再下手 我们这样看 国际上的局势就很清楚了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不要忘记 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